英雄聯盟2020賽季動畫伊莉布退已經上線了 今天就又來為大家帶來解析 我們將拆成三個時間線進行說明 且根據伊莉布退本片的創意中間 馬特科斯塔和安東伯克爾在訪談時給出的設定進行佐證 首先是過去的時間線 差不多是在一千二年前與初期的德馬西亞城外 進行戰鬥的凱爾和摩甘娜 他們都只有一對大翅膀和一對小翅膀 是力量還未成熟的年紀 如今的他們還不是二殺四的對手 因此摩甘娜放下了母星給伊的劍 釋放出了因壓抑天生的心靈之力 扭曲後得到了暗炎以及靈魂枷鎖 但凱爾露出了厭惡 或者說有著負面的想法的眼神看了一下妹妹 兩人可能早已有了矛盾 之後拿起妹妹的劍化為雙劍凱爾 使用聖艷擊敗的二薩斯 或許這就是2023年賽季首位式二薩斯的原因吧 接下來是最接近現代的時間線 泰大米爾在和東之爪人戰鬥時 突然變成和靖爪進行戰鬥 在聯網宇宙中每個種族的死神是不同人 而人類就是近爪 神牙的見識 給予那些接受命運的人解脫 魔狼則會追劣那些拒絕面對之人 而戰鬥越來越激烈 泰大米爾的眼神也變為了血紅色 這是怒氣燃起的證明 因為泰大米爾被冥血族賦予了血魔法的祝福 怒火燃起時 泰大米爾拒絕了死亡的自然規則 傷口也都會自行恢復 當泰大米爾還在發狂式的與魔狼作戰時 兩發萬劍齊發射殺泰大米爾身後的敵人 同時此刻割取了I'm still here 和艾希一同登場 泰大米爾失控的怒火也因為看見艾希而撿退 嘶...讓我真的嗑到了啊 因為根據設定這樣的戰鬥 是在泰大米爾才剛跟艾希成為邪式盟女沒多久的事 泰大米爾需要有人保護接待他的族人 艾希需要聯姻來穩固地位 兩人的婚姻只是政治上的需求彼此利用 但是最終兩人彼此互相吸引 感情是真正開花結果 而這場戰鬥就是戀愛的開始 艾希沒有放棄泰大米爾 而是不顧危險前去幫助他 我真的是好吃CP一直吃 普通下實際上泰大米爾並非真正和靜爪進行戰鬥 而是一種精神上的表現 泰大米爾在現實與東之爪戰鬥中即將死亡 所以靜爪才出現的 最後艾希如同設定中隨手創造寒冰箭矢 射出了殷疾長弓 這支影片就結束了 那我們進行第三段 烈火燃燒位於愛歐尼亞的某一個村落 無辜村民慘遭殺害 這些兇手戴著面具似乎是納窩力兄弟會 愛歐尼亞中的崇尚與軍事改造的激進組織 你可能會想 憑什麼不是其他組織 首先邪悅教派目前只以彩蛋的形式登場在奧蘇 引流教派則透過傑的故事 傑社他們其實並非二人 如果想知道傑和葉曲兩人關係 還有凱顏又在這其中扮演的什麼角色 可以點擊我的影片 一名拿著棍子的慕年朗克 為了保護謹慎的村民 警告惡徒不准超過這條線 但這被視為了挑釁 於是浪克遭反擊惡徒 但年邁的身區一邊的遲鈍還是遭受攻擊 浪克的斗力落下後 我們發現這熟悉的傷疤 原來慕年浪克正是亞素 他拿起了惡徒掉落的劍 自然現在他已經多年沒使用了御風劍術 而惡徒們的勞大一看到御風劍術 嚇得馬上逃走 叫手下墊後 他認出了此人正是亞素 雖然亞素最終使用龍捲風擊敗眼前的惡徒們 但依然有大量的敵人隱藏在黑暗中 看見無法抵抗的劍羽 最終年邁的亞素接受了死亡的命運 被勁抓了生羊 騎一劍使擊殺 而森林則是變成了魔狼 根據設定 這是一條可能性的未來 亞素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非常多年沒有使用過御風劍術 甚至他的愛劍御風劍也不在他的身邊了 創業總監科斯塔說這個亞素和我們熟悉的相比 他已經失去了戰鬥的意志 是被迫重新戰鬥的 我們認為這樣很有趣 這是對應到亞素的台詞 無誰浪跡天涯 卻會迷失本心 無知初心 永世不忘 這位亞素就是迷失了本心和初心的可能性未來 完全就是致敬漫威的老人羅根 放下狼爪 放棄戰鬥的金剛狼 他的可能性未來 這個版本的亞素也將以Forecene亞素 作為造型登場在遊戲中 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啦 喜歡可以訂閱和分享 我們下次見